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到 要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观察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保持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出席一个 有关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研讨会时表示 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所有香港居民都应该持国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 他强调一国是两制的根本 我们要坚持全面准确 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这是最高的原则 没有一国的根本都不存在两制 如果这些最高原则得不到保障 香港的稳定范围无从行起 二十大是对于我们香港一国两制 日后怎么走下去 是发挥明灯指路的作用 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地 可以发挥在金融、法制等方面两制优势 协助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 以至亚太金融组织等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 当然我们要守护着国家主权 我们要将一国两制、一国的底线守护好 在这样的基础底下 我们要协助国家发展国际舞台